在高雄三明區旅館 金船有女房客沉屍在房間浴缸內 警方播報趕到現場 原先出判是心肌梗塞 不過後來案情大逆轉 因為警方發現房間內流有血跡 而同房的男性友人卻急忙離去 火速搭高鐵北上 事後遭拘提 男子時空否認和死者為情侶關係 不過死者家屬在殯儀館 則是打臉回應 男子跟死者交往多年 拿不到錢就會恐嚇 警方破門大聲呵斥 男子還裸著上身根本來不及反應 一群人向前壓制 原來這名男子在高雄涉及命案 跑到新竹這處旅館被警方逮到 馬上上銬逮捕 徹夜帶回 時間回到28號早上 高雄三明區一處旅館 遊民49歲女房客被發現沉屍浴缸 原先出判是心肌梗塞 沒想到後來案情大逆轉 警方發現46歲野心男子野豬同房 但卻匆忙離去 應該退房的時候發現他們沒有退房 在經過調閱監視器的時候 再發現這名男子 實在很奇怪 男子獨自離去 限時騎機車前往湖內 搭火車到台南 又轉成高鐵北上新竹 入住當地旅館 行跡可疑 因此被警方認定為命案 重要關西人 警方會認定死因不單純 關鍵就在死者被發現時 坐在浴缸臉朝下 姿勢超詭異 另外地板也被發現流有3滴血 以及擦拭痕跡 種種跡象都倒上 可能是遭到他殺 他說女子還是好好的 前往新竹 是去找工作 記不查 死者和嚴姓男子兩人在高雄 曾經同居 但死者今年2月7月 卻兩度申請保護令 嚴姓男子又有家暴 回損等前科 連家屬都說 男子平時就是恐怖情人 就交這個男朋友 然後不到錢 他就會說要 煩我們錢這樣 側面瞭解 死者傷眼中發現頭部有傷 案發現場也被發現有一包藥物 不過檢警沒發現致死性外傷 還要化驗觀察 要釐清真相 恐怕還需要時間 借前天相對你剛剛測不打